嗯 我覺得其實制服還是必要的 就是對於一個學校來說 就是學生可以透過穿制服 產生就是我是這個學校的一份子的感覺 可是可以有一些彈性 就是假設今天可能上完體育課的話 就是可以換一下衣服 就是不用再一定要穿回學校的衣服 因為可能打球或是跑步流汗的話 其實不是不太好 不太舒服這樣子 嗯 可是制服這個還是可以存在 你還平常在學校的學校的學校 有 這個的話因為之前是有直接從新聞 就是有說教育部發函 然後我們翻臉會這邊就是有先做一個調查 調查全體學生意見 然後有分A方案到C方案 對 然後分別就是有我們不開放全面的便服 對 但是是開放宿題的 對 就是或者是班服或是社服 然後讓學生自己去選出他們想要哪一種方案 我們再去跟學校 在禮拜四中我們會走開會討論這樣子 這個禮拜四 這個禮拜四 對 這很難的 現在還沒最後定難 對 還沒最後定難 但是學生投出來的話是上面可以穿素色T-shirt 然後加學校運動褲 因為其實這樣對我們就是比較方便 就譬如說體育課玩啊 然後我們都會流很多汗 然後女生比較注意乾淨 然後就會想要換衣服 然後可是在換衣服的話可能會 衣服 學校衣服來不及洗 然後就會想要跟學校申請說 能不能就是讓我們自由穿著我們想要的便服 這樣也比較不會卡到制服洗不乾淨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有開過大概兩三次會議來討論這個議題 對 然後最後再發 就是有發一張問卷 然後給各班 嗯 其實我之前有研究過這個議題 就是說它制服的起源其實是因為美國的高中生 他們就是跟外面可能幫派有一些紛爭 所以上下課的時候會有外小的同學來 可能尋仇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學校就規定大家要穿制服 然後比較好分辨是誰是在校生誰是外校生 然後才能做保護隔離 對 然後我覺得 嗯 像是現在的國高中生比較不會 嗯 像家綺啦 比較不會跟外面有一些瓜葛之類的 可是制服就變成是一個我們學校的代表特色 所以我覺得高中的制服應該不是一種強制 而是應該是要每一種學校 每一個學校都會把制服當作特色 然後讓學生願意去穿 然後穿出自信 穿出驕傲這樣子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